好 來看到政壇消息 南投縣第二選區立委補選結果 民進黨的蔡培會勝出 一早從競選總部展開借票行程 民眾熱情的揮手道賀 而蔡培會強調是責任的開始 針對困擾南投的垃圾問題 也會和縣府合作 民眾聽到宣傳車的聲音 機動跑到路邊揮手致意 蔡培會滿臉喜悅 不時擁抱一旁的競選總部主任 也強調勝選是責任的開始 現在是盡心盡全力 我一定要設大型的醫院在南投 而且我不會是把 就是單一的這個張機的合作 我也會試著跟台中榮總來談合作 一定要跟地方政府合作 就是垃圾的問題 一起來跟環保署 然後來邀請南投縣政府 一起來商討 這個困擾了南投十多年的難題 而敗選的前南投縣長林明珍 一早則是神隱沒有卸票行程 南投不選的結果 藍營雖然拿下了南投市 集集 陸骨和姓意 但是人口新興的民間 竹山和水里 都輸給了綠營 國民黨內人士分心 敗選的主因是林明珍本身形象 太過老舊 坐太久 民心思辨 想換人 再加上藍營最大票倉 南投市的票不如預期 最後以1925票落敗 而蔡北惠一天跑遍第二選區來卸票 也強調服務就從今天開始 記者 魏少宇 南投報導 通知科сы 王冬 kalau當中 台北惠一天跑飛又來了 既然 皆さん一手不然 那麽我可以切成的